Big Bang来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星 在最新一期的几颗电音中 朱立仁张一星不仅为大家献出了 real 炸裂的节目舞台首秀麻婆豆腐 还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对电子音乐的看法 迅速登上热搜 引发了一大波网友的讨论和点赞 在我们的专访中 张朱立仁也坦诚地和我们讲述了 参加电影节目的初衷 时刻保持学习状态不放松 是我们熟悉的 努力努力再努力张一星没错了 我对于电音的概念 就是所有不是人物 就是自然发声的乐器 用电脑或者是用合成器制作的音乐 我都把它想想成为是电子音乐 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很早就开始接触了 对吗 我想最早应该是西游记吧 我觉得那就是第一批电子音乐吧 还是觉得 就是在这里 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一个过程 还有可以在这里 认识到很多做音乐的朋友 然后接触到电子圈层 然后有这么多有实力的制作人 对 其实还蛮开心的 蛮荣幸 大老师从一看 以前在那个天下上 就开始第一次交流 然后在一个活动的后台 也在跟大老师交流 对 然后大老师一开始也不知道我自己做音乐自己编曲 然后后来就慢慢知道了 然后尚文杰老师也可能不知道吧 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包括现在别人都觉得可能是假的吧 但真的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 没办法是吧 那上面名字写得很清楚 很清楚 其实每一次的交流都让我印象很深刻 包括对于音乐的 对于 选手们的看法 或者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 每一个老师代表的就是一种风格吧 对我来说 沉迷于音乐创作的张竹丽人 可不就是这样认真努力的蓝海志 喜欢就坚持 哪怕好不容易有个假期 也能把所有逛吃逛吃的时间都用来创作 爱港惊艳道 让一方嫁就想多眠的头条军 完全失去了抬头的颜面 做音乐吧 那还能做什么呢 我跟你说个好笑的事情 我这次去了一趟美国 我一个人去的 我一个人去的 没有任何人陪我 我一个人去的 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在想 去那边稍微休息会 但是我告诉你 我在那边做了一十五首歌 一十五首歌 十五首 做了一十五首音乐 跟那边的音乐 外国的制作人 还有那个Kleed 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Kleed Kleed过来看我 就是 果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可以大过银河系啊 不过非要比的话 头条军也有能比过张竹丽人的方面 那就是笑话库存 谁叫他心里只有音乐 没有其他呢 笑话 天哪这两个字 在我生命中 好像突然消失了 有几年了 我的天哪 笑话两个字 真的 哇 我跟你说 我还停留在一个这样的笑话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就是 说 小明都说他头大 然后他就跟妈妈说 妈妈妈妈 大家都是我头大 然后妈妈就摸他 说 小明啊 你的头啊 一点都不大 没事啊 咱们不担心 我还停留在这个 这个事情 我这很好笑啊 谢谢 最后的这两个谢谢 竟让人听出了一丝 受宠若惊 不敢相信的feel 可见张一星最寄信的 还是音乐呀 看到爱豆这么努力 近乎冬眠的头条军 仿佛也打了鸡血 决定抓紧 一八年的尾巴 再奋斗好几天 可不绝对是为了年终奖哦 再奋斗好几天